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朝鲜炮弹落在哪里 平壤军力有多强 空挑气球大选潜贫进入台湾空域 台湾国防部指责中国认知作战 威胁航道安全 德国2024趋势预测 乌克兰战事无望停歇 民众对政府失望 美智库报告连续第四年 将台海危机列为第一级风险 拜登启动连任竞选造势 火力猛攻特朗普并誓言捍卫民主这一神圣事业 请大家收看 朝鲜炮弹落在哪里 平壤军力有多强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4年一时 朝鲜半岛局势依旧紧张 本周5月5日当地时间上午 平壤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两个岛屿附近 发射于200枚海岸炮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 这些炮弹落入北方界线 NLL北边一侧 在盐平岛和白领岛无居民受伤 韩联社报道 盐平岛和白领岛当天向居民发布疏散令 目前尚不清楚 这是否与朝鲜发射海岸炮相关 有当地居民告诉美联社 疏散措施与韩国计划周五在附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相关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承俊 李桑正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韩方认为危机升级的责任完全在朝鲜一方 他说 这是威胁朝鲜半岛和平的挑衅行为 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敦促他们 朝鲜立即停止这些行为 炮弹落在哪里 平壤发射的炮弹没有击中陆地 而是落在盐平岛Yen Pai Eong和白领岛Bang Yung海域附近 这两个岛屿属于韩国但靠近朝鲜本土 位于韩朝有争议的海上界线北方界线NLL沿线附近 1953年朝鲜战争后 联合国设定了这条界线 NLL紧贴朝鲜海岸 而不是朝鲜方面提出的韩朝非军市区的延伸 在2010年11月 朝鲜在与韩国的对峙中炮击盐平岛 造成4名韩国人死亡 这个小岛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 居住着约2100民众 朝鲜上次向严平岛附近海域发射炮弹 是在2022年12月 2018年 韩朝双方签订一项军事条约919军事协议 划定了海上缓冲区 以防止发生冲突事件 然而 在朝鲜去年11月 向太空发射了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之后 韩国方面叫停旅行该协议的部分条款 朝鲜随后宣布取消所有避免冲突措施 并在边境地区部署新军事装备 朝鲜军力有多强 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 BICC就全球军事化程度进行研究 由于无法掌握和查核具体数字 朝鲜没有被列入正式的指数排名 但根据研究人员的估算结果 2022年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BICC的数据显示 在军事开支和人员类开支方面 朝鲜排名全球第一 在重型武器领域 朝鲜仅次于以色列排名第二 据BICC称 尽管朝鲜的陆海空三军的装备老旧过时 但朝鲜拥有一支 与其国土面积不成正比的庞大军队 2020年 每1000名军民中就有近50名现役军人 在总人口大约2600万的朝鲜 紧陆军就有超过100万名士兵 这个数字相当高 朝鲜军方的许多坦克 飞机和火炮系统 都是前苏联或中国生产的 朝鲜拥有射程达1.3万公里的导弹 此外 据估计 截至2022年底 亭朗拥有大约可制造50枚核弹头的材料 哪里能看到朝鲜的武器 平壤的弹道导弹 不仅落在邻国韩国门前 据信 俄罗斯也在俄乌战争中使用了朝鲜的武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本周四 1月4日 在白宫表示 美国情报显示 朝鲜前不久 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发射设施 以及相应的弹道导弹 7年前后 俄罗斯已开始多次向乌克兰 发射这类导弹 科比说 朝鲜明显提升了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 这一发展令人担忧 曾任住欧美军总司令的霍奇斯 Ben Hodges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很明显 中国 朝鲜和伊朗都在支持俄罗斯 他补充说 幸运的是 初步审查阶段表明 朝鲜的武器质量还蛮差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Carla Blicker 空挑气球大选前平进入台湾空域 台湾国防部指责中国认知作战 威胁航道安全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下周六 1月13日将举行总统与立委选举 近日中国空挑气球频频进入台湾空域 甚至飞越上空 台湾国防部周六 1月6日指责中国威胁国际航道安全 并企图运用认知作战 影响台湾民心士气 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开资讯 2024年1月1日-6日 总计已有12枚中国空挑气球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其中有6枚空挑气球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台湾国防部周六表示 经会整中国空挑气球近期飘移路径 已对多条国际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国防部言辞批评 中共漠视飞航安全 这两岸及国际飞航乘客安全于不顾之态度 台湾国防部表达疑则 台湾国防部称 经分析研判 近期征获空挑气球主要目的是以灰色地带袭扰 企图御用认知作战 影响台湾民心士气 台湾国防部强调 军方以料敌从宽态度 以早期预警完成反侦搜之引 掩蔽部署 并呼吁台湾民众认清中共认知作战手法 理性冷静面对 避免受其影响 台湾国防部也提到 国际飞航安全攸关乘客生命与财产安全 各国政府协同合作 确保飞行安全 使当今人类社会普世价值 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此种做法 确保区域飞航安全 2023年2月 美国击落了一个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 中国使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成为一个全球议题 中国当时坚称 该气球是一艘意外迷失的民用无人飞艇 自上个月开始 台湾海峡出现多次中国的空调气球 多为越过海峡中线 行经台湾北部上空之后消失 此前台湾国防部表示 此类气球因为气象气球 可能因冬季盛行的东北季风往台湾方向飘 然而 在中国气球激增 其中一些还飞越台湾主要空军基地上空后 台湾国防部措辞转趋强硬 提平其威胁飞航安全 且是对台湾社会的心理战手法 周四 月四日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通过书面回应 气球进入台湾上空仪式称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临近选举 炒作大陆威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是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中国国防部和民航局并未置评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 科比 John Kirby周四被问到此事时说 他无法证实气球一事 但强调 我们显然支持台湾的民主及民主机制 那里有自由 公平 公开和透明的选举 我们当然清楚外部行为体可能试图干预 我们也持续敦促台湾以外的所有人 不要干预他们举行一个自由 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 除了灰色地带胁迫及情报搜集外 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科学家郭红军 Raymond Cole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 高空气球的运用还增加了台湾防卫部队 必须应对的额外任务 并增强了在北京眼中 他可以任意侵犯台湾空域 并挑战其主权的认定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德国2024趋势预测 乌克兰战士无望停歇 民众对政府失望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总理孝尔茨 SPD再次飞往德国洪灾地区 了解现场情况 这一次 他有备而来 穿着防水橡胶靴 而不必只是站在水边 今年前夜 当时孝尔茨穿着登山鞋 来夏萨克森州视察灾情 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德国人对他们的总理 本来就不怎么满意 只有19%的公民 对孝尔茨的工作感到满意 对于联邦政府整体的满意度 就更糟了 仅有17%的人认为 由社民党 绿党 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表现良好 这是最新的德国趋势 而德顺川德德出的调查结果 民意调查机构 Infrance DMAC 于1月2日和3日 对总共1321名 有投票权的公民 进行了民意调查 有意思的现象是 即使是执政党各自的选民 也普遍感到不满 78%选民 对自民党不满 58%的选民 对社民党不满 即使是自2021年12月 政府上来以来 一直满意度最高的绿党 现在也只有一半的人 对其表示满意 如果下周日联邦大选 去年联合执政党各方争执不断 今年这种情况是否会得到改变 令人怀疑 联邦宪法法院去年裁决 联邦政府的部分预算管理为限 现在国库里少了不少钱 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 必须就他们想要省钱 和能够省钱的地方达成一致 执政党会达成一致 还是联合政府 会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而提前下台 49%的受访者认为 联邦政府能撑过2024年 41%认为撑不过去 但是 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 可能不会对提前举行大选感兴趣 他们的支持率实在太低 加在一起也只有32% 在不安中迎来2024 今年年初 民意调查机构 InfranceDMAC 还对德国公民的个人期望 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人们的积极情绪 与去年相比明显降低 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认为 2024年会是好的一年 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2024会是糟糕的一年 对2024年的预测 更多极端天气 物价持续上涨 移民问题不会缓解 83%的公民认为 德国状况令人担忧 乌克兰战争将持续 德国人对发生的国际暴力冲突 也持悲观态度 73%的受访者认为 中东战争在今年结束的可能性很小 受访者对乌克兰战争的未来 更为悲观 只有9%的人认为 战争会在今年结束 比2023年初降低了23个百分点 这可能反映了乌克兰的攻势 没有达到人们预期 认为将乌克兰领土 割让给俄罗斯 是战争结束的先决条件的观点 在过去9个月内明显上升 达到了44% 然而 大多数人仍然认为 应该由乌克兰自己决定 何时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去年年底 欧盟决定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 调查显示 与一年前相比 对于乌克兰成为长期欧盟成员国的支持 略有下降 从去年2月的58%下降到现在的53% 对于乌克兰长期加入北约的支持也有所下降 目前不到一半的人44%支持加入 与去年相比减少了7个百分点 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 联邦政府表示 只要乌克兰需要 就会一直提供支持 基民盟和基社盟也支持这一路线 联邦政府宣布 今年将提供8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过去几个月来 德国公民对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基本上没有变化 然而 取决于受访者是在德国西部还是东部 答案会有所不同 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依然认为德国提供了过多的武器 与此相反 也有五分之一的人主张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有一半的人认为德国为结束战争所做的外交努力不足 持续的战争和日益严重的财政预算问题也给财政援助带来了影响 有41%的人较2022年4月增加了21%认为德国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过多 如果美国退出援助该怎么办 德国是乌克兰全球第二大援助国 第一是美国 2024年是否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后 美国会撤出援助吗 如果撤出的话 对欧盟和德国又意味着什么 80%的受访者怀疑 如果美国撤出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不足部分能否由欧盟国家来弥补 然而 德国总理孝尔茨认为德国应该肩负起责任 孝尔茨在盛民党会议上表示 如果其他国家在支持上出现问题 德国必须做好承担更多责任的准备 因此 德国必须采取行动 拿出决策以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意思是 在必要时 需通过借贷获取资金 Copyright 2020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Subin Tinkards 美智库报告连续第四年将台海危机列为第一级风险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1月4日公布报告指出 2024年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都越来越大 报告并将中国对台湾施压引发台海危机 影响美国及区域其他国家 连续第四年列为第一级风险 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预防优先次序调查 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2024年版报告 将八项情境列入第一级风险 其中有三种情况发生几率高且可能严重冲击美国利益 第一是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 因日益严重的政治及分化导致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 第二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第三则是中美洲和墨西哥的犯罪暴力 腐败和经济困难 导致美国边境的移民激增 另外五种发生几率中等 同样可能严重冲击美国利益的风险情况包括 俄乌战争升级导致北约直接介入 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加大 可能引发严重两岸危机 台湾总统大选前后尤其危险 影响涉及美国和其他区域国家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高度破坏性网络攻击 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 引发的东北亚安全危机 外交关系协会每年秋季 对数百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进行问卷调查 要求他们列出未来12个月 全球30个潜在危机或冲突因素 第一未来一年发生几率 及冲击美国利益程度分为三级 这是第16份报告 外交关系协会预防行动中心 CPA总监保罗斯特尔斯 Paul B. Stairs说 近年外来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 已明显减弱 反而是其他风险不断增加 其中最大的隐忧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俄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升高 以及由于台海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 美中擦枪走火的风险随之攀升 斯特尔斯说 冷战结束以后 全球武装冲突减少 但这趋势现在正朝相反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此份年度报告连续第四年 将台海危机风险列为第一级 美中为台湾爆发危机在2019年首度列进报告 连续两年被归类在第二级风险 2021年1月 报告将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爆发严重危机 调升为全球潜在冲突中的最高级别 此外 2024年度报告首次发现 外交政策专家最关心的 不是外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而是美国国内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尤其危险 拜登启动连任竞选造势 火力猛攻特朗普并誓言捍卫民主这一神圣事业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五正式启动连任的竞选活动 承诺将捍卫国家民主制度作为他2024年竞选 和可能第二任期的中心议题 以此回应他所说的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 拜登星期五在宾夕法尼亚州伏击谷 Belly Forge发表讲话时公开表明 民主仍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有能力领导世界 伏击谷是一处在美国抗英独立战争中 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拜登选择在美国国会大厦遭袭击三周年之际 发表他2024年的首次竞选演讲 对今年11月总统选举可能的竞争对手特朗普 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尖锐的攻击 这场造势活动原定于周六举行 但由于天气原因而提前 2021年1月6日 数以千计的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冲进国会大厦 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的选举胜利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称 已有1240人被指控参与暴力活动 其中452人被指控袭击执法人员 超过900人已认罪或被定罪 特朗普称参与骚乱的人为爱国者 称正在服刑的人为人质 并承诺如果他再次当选将赦免他们 拜登竞选新阶段 拜登轮番对特朗普进行攻击的演讲 标志着他的竞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以此来凸显特朗普为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 所做的努力 特朗普不会去做美国总统必须做的事情 他拒绝谴责政治暴力 拜登说 所以请听清楚 我会说出唐纳德 特朗普不会说的话 政治暴力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 永远永不会被接受 拜登强调说 你不能既支持叛乱分子又拥护美国 他警告说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 他对民主的攻击将继续下去 特朗普对民主的攻击 不仅仅是他过去的一部分 这是他对未来的承诺 他很直截了当 丝毫不加掩饰 进步游说组织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 高级研究员麦克 所赞麦克·Soulson表示 拜登将自己视为2020年拯救美国民主的领袖 并计划再次这样做 所赞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相信自己拥有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的独特优势 并且他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 仅仅抓住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 可能是说服选民支持他的关键 拜登面临着持续惨淡的民意调查结果 2023年末的支持率只有39% 这是过去七位总统在其第一任期的同一时间点最低的支持率 特朗普竞选团队驳斥了拜登的讲话 今天的这番讲话只是表明 拜登将不遗余力地转移人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注意力 过去三年 在他的领导下 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让我们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他让南部边境完全崩溃 特朗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林恩 巴顿林·帕登表示 美国人民很聪明 他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不会上当的 历史共鸣 1777年至1778年间 伏击股市乔治 华盛顿大陆军的总部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在寒冷的冬季 士兵们在疾病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 为了独立同英国人浴血奋战 美国人击败了英国人 1789年 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拜登周五表示 乔治 华盛顿在刚刚击败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后 正处于权力的巅峰 只要他愿意 他本可以保留这种权力 但这并不是他和在伏击股的美国军队 为之奋斗的美国 在担任两届总统后 华盛顿主动辞职 在美国 我们的领袖们不会无情地练权 拜登以此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之间做鲜明的对比 我们谈论的是可能性 而不是残杀 我们不会被委屈所压垮 我们不会助长恐惧 我们不会以受害者的身份四处奔走 特朗普在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美国的屠杀 并在2023年向他的支持者称 我是你的报应 暗示 如果他再次获胜 他将寻求对政敌的报复 当拜登发表讲话时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逐条反驳 称拜登和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 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民主的最大威胁 自乔拜登上任以来 民主党无情地将法律体系武器化 来针对他们的主要政治对手 特朗普总统 其中一篇帖子说 特朗普在四个司法管辖区面临91项重罪指控 包括联邦一级和佐治亚州州一级的起诉书 指控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特朗普对所有指控都否认有不当行为 特朗普在共和党出选候选人中遥遥领先 希望能夺回他所说的 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从他手中偷走的白宫 特朗普在2022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他所说的拜登用来对付他的司法部武器化 肯定可能会发生逆转 这表明他将利用联邦政府追究和起诉政治对手 美国民主轨迹 芝加哥大学美国政治教授、总统、民粹主义和民主危机 一书的作者威廉·豪尔·William Howell表示 有客观理由对美国民主的轨迹感到担忧 在重要方面 选民在今年11月做出的选择 将影响到行政州的独立性和完善运作 选举得到维护的程度以及选举结果得到承认 无论司法部是否用来起诉政敌 他告诉美国之音 豪尔补充道 这涉及到真正的利害关系 需要把他们做个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拜登正试图在竞选初期做到这一点 周五 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听取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的上诉 该裁决称特朗普因参与叛乱而不能参加该州的共和党初选 缅英州还认定 这位前总统因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而没有任职资格 并禁止他参加该州的初选投票 特朗普也对该裁决提出上诉 周五 特朗普将在爱荷华州举行两场集会 打开2024年选举年的序幕 韦达·库斯瓦拉·Tatsy Vida-Koswara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 白宫官员警告称 美国援助乌克兰战争资金将告庆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的最高预算 官员周五1月5日严厉警告称 国会议员们补充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时间正在迅速减少 美国国会因移民预算谈判陷入僵局 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协议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杨·沙旺德亚表示 除了国会批准为基辅提供更多资金之外 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帮助乌克兰 乌克兰正试图在一场持续近两年的战争中击退俄罗斯 虽然政府能够动用总统缩边授权 从美国库存中提取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给乌克兰 但官员们决定不动用此权利 因为国会未批准额外的资金补助 因此将不会有大批设备进入乌克兰 杨说此举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美国上个月底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2.5亿美元的一批武器 杨说如果没有美国的额外援助 基辅可能难以在俄罗斯的猛烈攻击下 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并维持政府正常运转 基辅或许能从其他捐助者获得一些资源 以确保暂时运作基础 问题是如果美国撤回支持 这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出了什么信息 如果他们看到美国不挺身而出 他们会做出什么决定 杨对媒体说 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份曾要求国会批准1060亿美元 资助乌克兰 以色列和美国边境安全的宏伟计划 亦曾在去年12月警告资金将用起 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周六稍早 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乌克兰导弹 他还称 防空部队在周五晚上对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西部的一系列袭击中击落了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布洛德米尔·斯兰斯基承诺 今年将在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边境地区打击更多目标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底米尔·普京·布洛德米尔·普登寻求连任之际 这引起了俄罗斯的警惕 与此同时 乌克兰官员周五表示 在俄罗斯周四发动的夜席中 乌克兰军方击落了俄罗斯29架见证者Sherhead无人机中的21架 乌克兰空军称 这些无人机是在乌克兰南部、中部和西部的6个地区被击落的 俄罗斯使用朝鲜制导弹 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米开洛·泡德拉埃克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俄罗斯用来自朝鲜的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 这呼应了白宫早些时候的说法 不再有任何掩饰作为其彻底种族灭绝战争的一部分 俄罗斯联邦首次用来自朝鲜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领土 波多利亚克写道 波多利亚克没有提供证据 但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州长表示 该地区遭到了俄罗斯发射的导弹袭击 这些导弹不是俄罗斯制造的 华盛顿周四的一份声明人影解密情报报告 证实了波多利亚克的说法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 John Kirby 称这是朝鲜支持俄罗斯的重大且令人担忧的升级 莫斯科否认这些指控 美国此前一直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这是美国首次分享有关弹道导弹的情报 这种导弹能打击900公里外的目标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法新社与路透社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